先生你好 你好 男人怎么也没有想到 十年后与初恋情人重逢 对方竟如此风轻云淡的问号 没有一丝眷恋的离去 似乎只有自己 还停留在当年那段感情的漩涡中 十年前的林建东还没有成为电影明星 而是怀揣着一个导演梦在北京求学 这天他在面馆吃完饭离开 突然瞥见一个女孩 躺着自己吃剩的面碗狼通 见林建东在看自己 女孩也没有一点不好意思 反而提着行李跟在了他的身后 林建东鬼使神差的没有拒绝 将女孩带回了宿舍 只是煮了碗泡面的功夫 女孩就在小床上昏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 女孩又不告二迭 只留下了一张字条 对不起 拿走了你的一枪断片面 老孙 这便是林建东和孙娜的第一次相遇 过了一段日子 林建东又在歌舞厅偶遇了孙娜 浮夸的妆容难掩她眉语间的林董 林建东的心莫名漏跳了一排 表演结束后 两人终于进行了一场不那么举措的对话 孙娜自称老孙 怀揣着一个演员梦 从故乡之身来北京漂泊 而林建东则是来到北京学习导演 相似的经历让二人一见如故 只是不久后 林建东因为导演梦屡屡碰壁 决定退学回到香港 而在离开的大巴车上 她又一次遇到了孙娜 或许是孙娜的挽留 又或许是心中未尽的梦想 林建东没有去学校提交退学系 下一年学费在拍片时用光了 她便搬去了孙娜破旧的地下室里 在热腾腾的火锅蒸汽中 两人迎来了抱团取满的同居生活 孙娜到处跑龙套赶场子 终于取得了一个演主角的机会 她兴奋地将好消息告诉林建东 还若无其事地说 那个老外制片人想要和自己结婚 带她去好莱坞发展 林建东听言心中很不是自卫 不想隔天老外就将一份合同递给了孙娜 上面是她承诺给她的演义梦 在三斟酌之下 孙娜还是决定跳进这个火坑 离开的前一天 她和林建东无言地吃完了晚饭 气氛是久违的沉重与压抑 最后还是孙娜克制不住情感 将自己的全部交给了林建东 然后带着行李离开了 或许她也明白自己 实现梦想的可能微乎其位 所以为了一点光亮就可以奋不顾身 而事实也正如担忧的那样 老外并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 而是在得手后翻脸不认人 头也不回地上了回国的车 孙娜心如死灰地躺在地上 宛如一具尸体般了无声气 林建东心疼地抱起了她 脱下外套裹在她身上 她说她不要去美国 自己也不会回香港 两人重新回到了过去 努力打拼的生活 林建东来到剧组 从最底层的场务做起 她想凭着自己的努力当上导演 让孙娜成为她的女主角 却不料孙娜再一次选择了姐姐 一夜温存过后 她留下一卷钱不告而别 从过去同学的口中 林建东才知道她跟了一个导演 感情成了孙娜进入演艺圈的敲门传 这让林建东的心彻底碎了 此后十年里 她都沉浸在这段背叛中无法自拔 尽管她在香港发展得很好 成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但她心中始终怀揣着一份不能释怀的恨意 于是在听闻有机会和孙娜合作时 她依然推掉了许多邀约 再次回到了北京 此时的孙娜靠着一个又一个踏板 也成了出人头地的女明星 和新晋男导演聂文打得火热 而更巧妙的是 林建东与她受邀参演的歌舞剧 也正是聂文的作品 只是林建东怎么也没想到 两人时隔十年再度相逢 孙娜却表现得云淡风轻 好像过去的事情从未发生过一半 这让她非常愤怒 开始寻找机会想和孙娜重谈过往 那时候的你 真的 我没见过 没见过 那世面前我见到的难道是鬼 是鬼 你以前见过的从来没存在 是鬼是人 你知道她令我最害怕的是什么 就是她根本没害过 孙娜哑口无言 下车逃进雨中 可有些事情注定必无可避 由于戏剧拍摄的缘故 两人的交集还是越来越多 更巧的是 就连戏剧情节中 孙娜都是饰演一个 为梦想放弃爱情的人 戏里戏外的高度重合让她压力俱增 一向专业的她竟也屡屡走神 而这一切都被男友灭闻看在眼里 她敏锐的差距到了两人关系的不同寻常 紧接着改剧情的方式 狠狠扇了孙娜一耳光 有些男人 对待对不起他们的女人 方法是狠一点 可这并不代表他们要抱 相反 这是爱的表现 另一边的林建东依旧没有放弃对孙娜的追求 她恳求他和自己故地重游 当年初见时的面馆早已倒闭 而相互依偎的地下室还是旧日模样 桌上的录音机 记录着这十年以来林建东的思念 原来每一年他都会重回这里 录下自己的留言 恳求孙娜回来一次 听着里面动情的呼唤 孙娜终于抑制不住渴望 陷入了林建东的温柔下 然而一晚的浅犬过后 林建东不告而扁 只余下孙娜一人 原来这一切不过是她对孙娜的抱负 让她尝一尝心碎的滋味 如今尘埃落地 她也打算回去了 只是检票时 程务员的话让她猛然惊醒 自始至终 林建东都是想和她有个以后的 她飞快地掉头回去找孙娜 找遍了一切谷底 最终在两人定情拥抱的台阶旁 她找到了强装镇定的孙娜 两人终于解开心结 释然地拥抱在了一起 他们决定返回片场出演最后一场戏 也像聂文坦白两人的关系 却不想聂文在最后的饰演中 没有按照剧本发展抓住孙娜的手 而是选择了直接坠落 还好孙娜眼睛手快 抱住了她的一条腿 放手吧 让我成为你的回忆 孙娜 话音未落 聂文便重重地摔下去 落在了雪地里 身下血迹蔓延 犹如朵朵玫瑰 带着小丑面具的演员们纷纷聚集而来 望着聂文的惨状 拔下她身上的钢索 而孙娜则恍如隔世般 落下一滴眼泪 聂文选择了成全 在杀青后独自一人离开了北京 林剑东望着她的背影 心中的某处被深深触动 故事到最后 经历了一波三折的疯狂和挽留 两人还是没能在一起 十年前的爱情 坚守到如今 大约只剩下了一缕执念 时间改变了太多 两人都已不是曾经的自己 唯一不变的大抵是 他们都在没有彼此的人生里 一声挥着